TaskPen的设定存档 那我们在教七二小画家的时候 我们最常遇到的是不晓得 存档之后 小朋友不知道档案存到哪里 假设你画一画完 做了一些设定 我们做完了存档把它存起来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EDU2016里面 特别在图片里面 做了一个TaskPen的一个连结 你点两下你就会看到一个Save的资料夹 这是我们刚才存的资料的档案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 拿起来交作业或者是做其他设定 所以我们是在图片里面做一个连结 帮大家连结到TaskPen的存档区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很方便的 让小朋友找到你要的图片